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保护我们免于被撞伤和擦伤 在加快速度时一定要正视前方 这样才不容易摔倒 但是碰 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摔倒 需要花点时间才能学会如何保持平衡 稳稳的转弯和刹车 在上公路骑车之前 我们可以先去公园 乡间小路或其他人少车少的小路上练一练 瞧 一群自行车运动员过来了 他们骑车上路时 要遵守交通指示牌的提示 排成单列 鱼贯而行 转弯之前要伸出手臂示意 这些自行车上都装着安全距离警示杆 可以让骑行者们很容易被看见 同时也能与汽车保持安全的距离 给轮胎打气 给链条上游 调紧刹车 我们的自行车需要保养维护 出于安全考虑 自行车的前后都需要安上车灯 当自行车轮胎爆裂时 这个小工具包就十分有用了 汽车兜风回来 用水冲冲 自行车就又变回鲜亮的颜色了 你见过公园里的德莱斯式自行车吗 这种车是200多年前发明的 是自行车的祖先 当时人们是用脚跟着地面 驱动着他的木轮前进的 这种车特别重 而且没有刹车 当心下坑哟 那个时候 人们觉得这种德莱斯式自行车特别可笑 但是骑上踏走 要比走路快三倍 后来机械制造业日趋完善 19世纪 人们发明了 踏板 刹车 链条和轮胎 在这之前自行车的车轮都是铁箍的 那时候一些样式奇特的自行车被生产出来又慢慢消失 大自行车怎么样 太危险 三轮 三轮 脚踏车呢 倒是很稳 却又大又笨重 那种老式两轮车却越来越受欢迎 一位英国制造者给他起了一个新名字 自行车 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今天自行车是全世界最为普及的交通工具 目前一共有15亿辆自行车在地球上穿行着 荷兰是自行车王国 特别很适合骑自行车 因为地势平坦 而且到处都有自行车车道 荷兰自行车是为城市生活而设计的 特别舒适 在公路上 我们还能看到很多可以躺着骑的自行车 与汽车或卡车相比 自行车既实用又便宜 在亚洲 自行车还被用来运输重物 和搭载乘客 嘿哟嘿哟 你们能想象得到 这位自行车低势 也叫人力三轮车 司机 在这游客到处游玩时的辛苦吗 在这里 一辆自行车可以用很长时间 因为我们可以用手边的材料去修理它 看看你的周围 有很多人使用自行车工作 你看到骑着自行车的游地员 警察和快递员了吗 在大城市 人们还可以在路边租借自行车 这样比开车更经济和环保呢 自行车巴士是一种非常出色的接送学生的交通工具 骑电动自行车会省点力气 这位先生骑的就是电动自行车 这样他既锻炼了身体 也不会在倒塌半空室时汗流浃背 自行车运动是一种锻炼肌肉 呼吸和灵活度的运动 它包含了几个不同的运动项目 在长地自行车赛场上 赛道上的运动员们不断挑战着自行车的速度记录 山地自行车运动 需要运动员们骑车 从陡峭的坡面上冲下来 或者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骑行 自行车越野运动 需要运动员们骑着小轮车竞速 或者在小轮车上完成各种各样的颈线动作 真是棒极了 最著名的项目是公务自行车运动 每年那些最优秀的运动员们 会在各大著名赛事里碰面 谁想尝试巴黎鲁贝自行车赛 这个比赛会经过很多时快乐 下雨的时候会非常滑 所以这项赛事又被戏称为北部地域 世界上最著名的自行车赛事 是环法自行车赛 20多支队伍要历经21个赛段 总赛程超过3000千米 不同赛段的冠军 会用不同的骑行山来区分 身着白底捧点骑行山的是 爬坡赛段领先者 冲刺阶段领先者会被授予绿色骑行山 总成绩领先者将被授予黄色骑行山 环法自行车赛的终点在巴黎 香榭亦舍大街 有数人会在那里为获胜者欢呼致敬 我们可以骑着自行车去兜风 欣赏风景 认识不一样的人 它让我们更自由 有些人甚至准备骑着自行车 拖游世界呢 独自出行或者结伴而行 或者和家人一同出行 无论选择哪一种方式 都祝大家旅途愉快 讲完啦 大清 感谢观看